来自中国和英国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了东亚有史以来发现的最早的二倍体化石,在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论文中,该小组描述了发现该化石的地点,以及该发现揭示了大型恐龙的历史。 先前的证据表明,数百万年前,大陆只是一个超级大陆,科学家们将其命名为盘古大陆,先前的证据也显示恐龙生活在盘古大陆,但是研究人员怀疑一个巨大的内陆海已经切断了后来成为东亚的一部分。 这一现象的证据,是没有双头掏虫,一种吸脚类动物,吸脚类动物是恐龙的一种,它们被认为是非常大的素食者,有长长的脖子和巨大的身体,艺术家对领五龙神奇的演绎图,张芳文,二倍体被认为是一种超级吸脚类动物家族,它们代表了一些在陆地上生活过的最大的动物,与其他吸脚类动物相比,它们的进化石更近。 因此被归类为吸脚类动物,但它们在东亚的缺席表明,一些事情阻止了它们进入该地区。 但现在看来,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在中国领五一致工作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几块骨头化石,其中一些属于一种被它们命名为领五龙神怪的生物。 对这些化石的检验表明,它们来自1.74亿年前,属于中枢逻辑,这一发现证明,在泛大陆分裂之前,在现在的东亚地区确实存在着二倍体。 这意味着它们必须比之前认为的早到达一千五百万年前。 零五龙骨隔龙扩,骨骸宝存,屈埃旺,研究人员报告说,这种恐龙活着的时候,大约有十五米长,比其他地方发现的同一时期的恐龙要小。 它还具有典型的长径,和非常长的边杖尾巴。 它们表示,发现将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西角类动物的历史,尤其是二倍体动物,还指出,盘古大陆解体的时间,在西角类动物的进化中,所起的作用,比人们想象的一样大。 发现表明,在超级大陆解体之前,其他西角类动物,也可能生活在同一地区。 零五龙化石的四个彩石场之一,Zushin,两名技术人员,测量零五龙神器的一个大队员为坚固。 Zushin,博科源科学科普参考期刊文献,Nature Communications研究来自,Viz,多予十点一零三把,S41467-018,-05128-1,博科源传递宇宙科学之美,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